欢迎来到本周的V生命灵树 大家好,我是Wendy 我们今天呢,要来进到一个新的主题啦 之前有跟大家用了12周来讲 生命灵树准个连线当中的基础篇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进到连线系列 但是我们这一次要来跟大家分享在情感相处当中 如果有12条连线的人分别在感情当中 会有哪些渴望啊,跟他在爱当中的呈现方法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叫做123的这条连线 进到主题之前,还是不免脱俗的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23分别在感情当中,它所代表的特质是什么 1这个数字呢,它代表的是坚毅敏锐和亡者风范的特质状态 那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敏感追求和平还有期待被肯定 3这个数字代表的童趣,然后细致的观察力以及高好奇心 所以综合以上三个数字的特点 123连线在关系相处上面呢,也被叫做包容接纳线 但是呢,有123连线的人大部分你在做决定的时候 比较是凭感觉,以及你会想说 我的面子有没有被照顾到 在沟通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会期待是相互尊重 并且呢,要遵守位阶和社会地位 举例来说,如果今天呢,我是年纪比较年长的人 然后我有123,我觉得别人在跟我沟通的时候 我就会期待对方说要尊重 比如说要叫我一声姐,或者是说前辈 或者说,嗯,我觉得在过往的经验当中等等 就这种词汇,有123连线当中 在内心其实是非常需要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跟一这个数字当中 你有王者风范的特质 是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性的 同时二这个数字呢,也让你在期待自己是被肯定的 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单这个特质上面 去发挥自己跟资讯是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 你可以让自己知道用什么样有趣啦 或者是第一手的消息去跟你身边的人相处 有123连线的人在关系的拿捏上面啊 比较容易会出现沮丧感 这个沮丧感其实是因为 你有的时候不太清楚知道自己如何拿捏 跟身边的人的分寸 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啊 特别是当你遇到自己没有很理解的事情啊 甚至是不在你的期待内发生的状态 你的内心的不开心 甚至想要放弃的欲望跟感觉 会相较于没有123连线的人来说 会高非常非常的多 主要原因是因为123连线的人 其实是非常感官型的动物 对于知性的接受非常的敏感嘛 然后同时对美的事物的感知力又高哦 有的时候太习惯用感觉去判断事情 然后有时候也非常投入在 享受生活的乐趣里面 所以尝试新鲜的事物 或是学到新的知识点 确实真的会让有123连线的人 有很高很高的满足感 所以内心你自己是很需要被肯定和接纳 但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 接纳就123连线来说 什么叫对的接纳 他要的接纳是我犯错的时候 或者是我在创意发想的时候 我是被人家包住的 那个包住是 我肯定你 你这个犯错没关系 我们是理解的 我们站在理解跟愿意 让你犯错的过程当中 来去接纳你 所以有123连线的人 希望自己被身边的人 接纳和理解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严格来说啊 你希望自己在一个 保护的范围当中 去不断的尝试和犯错 甚至是去面对困难 有人的保护或是团体的认可 甚至是有人愿意站出来 帮你说话 会让有123连线的人 内心是非常非常的暖的 那你也会觉得说 耶我是一个被人家在乎 跟疼爱的人 那这样的特质 如果延伸在亲密关系当中 它会产生什么样 特殊的情况呢 其实你们是 不这么追求物质生活 你很追求的就是说 我们两个的心 是不是在一起 好那心在一起 有的是 我们是想的一样的事吗 那我们有一样的价值观吗 我们想要去经营的目标 是不是一样的 这边的另外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样 是说你们愿不愿意 一直保持好玩的同心特质 这个好玩的同心特质 是因为 有123连线人 其实很害怕 自己在犯错之后 自己已经知道错了 然后外面的人 还要来指责 因为这个是会对 有123连线人来说 极其没有面子的事 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样 让自己从阶梯上下来 希望保持同趣 就是说 你会希望对方跟你说的是 没关系啊 错了就算了 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以及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嘛 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补上就好 所以这是 有123连线在感情当中 很需要的 另外你们也很需要浪漫哦 但这个浪漫呢 其实是 生活当中的小限制 你会觉得很浪漫 举例来说 你希望对方主动报备 或者是对方跟你说 你到了必须跟我说 就这样子的限制 对有123连线的人 觉得说 哇好浪漫哦 因为他很在乎我 所以他才会要求我 这样子 然后另外呢 有123连线的人 还是非常期待 在感情当中 对方跟自己 是可以一起努力 希望说 你们的结合 就换得一句话 就是哇 郎才女貌 哇在一起 真的是太好了 是会因为你们的结合 变得是更美好 所以你们很想要 自己的关系当中 是受到祝福的 所以这样子 外界的祝福跟羡慕 其实会让你们的感情 比较紧密 同时间你会 更珍惜对方 我觉得这是 有123连线 然后在感情当中 一个相对比较特别的地方 另外呢 如果是你有123连线的人 你有的时候 会在爱情当中 谈啊谈啊谈啊谈 你就会迷失掉了 就要提醒大家咯 你会因为已经在感情里 甚至是可能谈了 一段时间之后 你比较容易陷入一种叫做 美化对方 一切不合理要求的特质 那你会跟自己说 他这样要求我 他这样限制我 是因为他爱我 有的时候会过分放大 和扭曲了爱情的意义 讲一个比较直白的 比较容易出现 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 以及如果周围的人 都是有对象的 我不能够分手 因为我要跟他一样 可能要在以下三个面向 去更多的琢磨 如果这三个面向 有跟你一样的人 你再跟他在一起 是什么呢 你们是要追求互相 以及尊重 还有就是合理的要求 如果这三个点 你是能够找到 跟你有共识 且你们知道 怎么相处的话 它才是适合你的 因为你需要谈一场 又像孩子 又像恋人的爱情 所以这是 一二三连线人 在谈感情当中 我的时候比较容易 觉得说 天哪 我为什么常常遇人不输 或者说 我怎么都谈的感情 这么苦 如果你要避免自己 谈苦的恋爱 一定要把我刚刚讲的 去跟对方定义好 什么叫互相 什么叫尊重 什么叫做 在两个人认可的要求下 去做出对对方的 回报啊 或者是说 主动说我在哪里 这样子的认知 才有机会 让你在感情当中 除了做自己之外 还可以像孩子一般的 去请他来疼爱你 好 以上就是我们针对 一二三连线 在感情当中的内容分享 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下周见